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sdandy 你好 sdandy 默事不宜遲 聽聽家齡觀眾的電話 電話集中有休小姐 休小姐 你好 休小姐 你好 休小姐 你好 先說就是宏雯anci 現在正在7.44% 跌1% 這隻高分來說,其實都是不少投資者的外股 兩種都會問 以現價來說,可否去買? 事實上,聯想這些價格,我都覺得可以考慮一下 但當然,對於聯想本身 似乎這段時間,沒有太多特別的消息 因為如果以近日的數據 都說到各別的研究機構 都對平板電腦的出貨量 都有輕微調整,即是下調了 另外,如果以PC本身 事實上,聯想,我想優秀者都知道 聯想在之前的表現上 例如電腦的出貨量方面 都可以說是批評同業 其他在MI-Dash方面 例如洛峰、洛PET等消息情況 都可以說是比較理想 而且這個業務本身 你都已經是開始見到 有一個比較上的盈利 所以在前景方面 我覺得聯想這支股份 你可以說是不錯的 至少以現時的數據來說 都不錯的 至少這個行業本身 它的地位或策略上 都做得相對比較理想 但是現在這些位置 我覺得直播空間都有 因為如果你看到圖 現在這一刻 都是一條線上來 即是一條上升軌 你會見到 現在這一刻 基本上都是守著上升軌的位置 所以意味著 如果短期內 短期來說 它不跌穿7.3 這位的話 基本上 如果以這個情況來說 它有機會反彈上去 甚至有機會 可能會再試 之前大概是7.9、8元左右 所以純粹以一個短期的角度去看 其實這一刻 我覺得是直播的 但也要留意 因為本身 你說聯想這一刻 正如剛剛講到我 公司本身 之前出了過第一季的業績 你說第二季的業績 可能會到大約10月左右 才會公佈出來 變相之下 在這段時間 我覺得比較少 是炒作的 是誘因 所以變相之下 優小姐 如果你買貨的話 可能要有心理準備 可能要擺放大約 過來兩個月的時間 才有機會有比較好一點的表現 可以嗎 優小姐 先講992 可以嗎 可以 好 接著是3311 中國建築 我想問 中國建築 PE會變高一點 沒錯 看到3311 現在來講 就是做12.32 跌兩仙 跌幅比較輕微 先問你 嘉年觀眾留意到 股值的問題 你又怎樣看 好不可以投資 事實上 你可以說 中國建築本身 真的在PE上 以一隻建築股來說 它真的不算便宜 現在這一刻 說到大概是21倍的PE 但問題是 如果你看看公司本身的發展 其實我對它的信心也挺大 因為你可以說 公司其實都比較透明 它每個月都會公佈 每個月都會公佈 好像每個月 每個月都會公佈 一些接近新訂單的數據 以及現在的一手套上 有訂單的情況 而公司你見到 其實一手套上的訂單數目 足以可以說 是公司未有這幾年的發展 而且公司本身的規模比較大 所以你會見到 香港很多大型工程 例如之前 港珠澳大橋的一部分 都是由它成建 例如澳門方面 美高媒的賭場 都會由它來做建設 而且公司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公司也有做一些 內地的保障房的工程 所以你可以說 它這個商業模式 其實是挺不錯的 以及公司也可以說 在過去幾年的時間 出生的業績 都可以說是挺令大家有驚喜 雖然你可以說 建築股本身 香港上市的 就不止有一間 有很多間 但那些PE PE相對來說 是比較低一點的 因為最主要本身 訂單的數量 可能是波動性比較大 而且也不是為人熟悉 而且成交量方面 都比較疏落 所以相比之下 中國建築 我覺得是一種 相對來說 比較穩健的股份 但股價有沒有可能 有比較好一點的表現 現在這一刻 都是比較難的 因為通常 中國建築 如果要炒賣策略的話 我自己認為 其實很多時候配合一些消息 例如公司本身 可能接到一些新的訂單 可能在業績的前後 才會有比較好一點的表現 所以你會看到 現在這一刻 其實股價 嚴格上 由7月中打後的時間 你會看到 股價其實波動性 其實不大 作為一隻股份的話 其實它的波動性 由大概是12元這個位 至到大概是13元這個位 其實你嚴格上是1元的波幅 所以變相之下 如果你要買這一隻的話 我會覺得 可能是跟聯想相比 這一隻比較滿 但剩下就是比較穩定 所以每一次你等它 落到12元的位置 我覺得可以考慮一下 但可能都是純粹 放一個短線的 就是炒波幅的上落 如果上去 如果上去 就3元本來 就可以考慮一下 千人估俗 等它落到12元的時候 再購入這樣 行不行 有小姐 我想問聯想跟它 哪隻接波率高一點 如果說真一句 兩隻的風險 我覺得是不同的 中國建築本身 業務上 真的比較穩定 還有股價上 你見到的 波幅都不算很大 但如果你是聯想的話 現在這一刻來講 我覺得你是短炒的話 OK的 如果你是聯想 真的是短炒的話 這些位置 你可能可以 我覺得大概這些位置 你可以考慮一下 但問題是 如果你真的落去 即是指示位 大概7元這個位 如果不跌穿的話 我覺得可以先使用 上面的話 先試一下大概這一刻 把穩定位置 就先把目標價 好 多謝了 優雪仔的電話 謝謝Stanley 跟我們跟進了 優雪仔方面的提問 接著的時間 呼籲大家 打電話來問問題 電話是204-6566 至於電話地址是 ask at bschannel.com 在這個時候 不如跟Stanley先跟進一下 A股方面最新的表現 看到三大指數 暫時都是有個 輕微的 升的勢頭 看到上陣指數 這一刻做的是 2103點 升5點 升風是0.36% 滬深300指數 2322點 升4點 升風是0.2% 深淨城指 現在做8252點 升38點 升風是0.46% 看到三大指數 看到今天來說是上陣指數 其實今天是平開 但現在稍微做好一點點 其實是否今天來說 可以說看得穩一點 暫時都真的很難說 因為其實今早早 你說以為開市的時間 不單單是中國內地股市 港股也是 今早早的走勢 是十分之波動 還有你看到恆指 現在這一刻 先說恆指少少 因為最主要是說 其實今早早突然間 即是開市之後 都可以說曾經跌過過8點 現在這一刻就回響 至於內地股市方面 今早早也叫做低開 只不過現在這一刻 就叫做回響 但對於內地方面 現在這一刻 你可以說都比較欠缺 一些叫做實質性 一些叫做正格上的支持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你說在三中全會 就在11月的時間 先叫做進行 這段之前的時間 其實反而現在這一刻 大家都會覺得 有些甚麼特別的政策會出台 基本上就真的不多 甚至乎你可以說都是吹風出來 反而大家會比較關注 都是在這段時間 好像譬如之前一些的 中石油 譬如說一些國別的資源股 或者會否有違規的事件 這些因素 我覺得依然會影響著 內地股市的情況 因為不要忘記 你說在開會之前 大家都比較想 關注有沒有其他的公司 其他的企業 可能涉及打貪腐的情況 所以反而有個市況 我覺得現在這一刻 比較上審訊一點 還有你可以說 現在內地方面 大家都比較關注 都可能是一些經濟數據的情況 因為事實上 現在這一段的時間 剛剛說到 是處於一個政策侵控期之上 而且在近日的時間 大家也都見到 似乎 東南亞地區的情況 經濟情況似乎不是那麼理想 所以大家都會比較關注 就是在之後出來的數據 那個情況 會否受到這些外國的因素 所影響著 所以變相之下 我想你說在這段時間 A股都是一個 叫做 一個上落市格局居多 都是在大概2100點 這位 都是拉局局面居多 還有個別的股份 都可能有些炒作 因為 其實你會見到 近這幾天的內地 A股方面 大家都在炒一些主題股 例如在前日的時間 大家炒一些軍工股的概念 昨天的時間 大家炒一些什麼概念 炒一些叫做自貿區的概念 還有就是炒大連概念 因為昨天習近平去了大連那邊 可能大家都覺得 似乎大市沒有什麼特別的方向 所以都傾向著用主席來炒 所以昨天你見到 很多大連當地的概念股 升了上來 所以你可以說 港股現在 內地股市現在這一刻 基本上都是炒過你們 但是指數本身 都來回到大概2100點 這位都是拉過居多 好 謝謝Stanley 對於A股方面的分析 讓我和你跟進一下 一些是內銀股方面 看到記者公佈了業績 好像公行一樣 看到中期多盞是1.2 都符合化市場預期 至於問你 其實內銀股方面 好像見到四大行的業績 都跟預期差不多 甚至乎好過預期 你怎樣看內銀方面的情況 的而且確 如果你是以內銀股 整體上的走勢 有個比例上的話 都可以集中說回四大行本身 因為我之前說過 你說如果以我自己的預期的話 我會預期大概四大行本身 都是大約百分之十多的增幅 而出來的結果 你可以說都是比我預期中是理想的 但只不過你想歸你想 但只不過大家比較常關注的 都是之後的情況 數據上大家在報紙都看得到 但想提醒一點 大家現在看內銀股 反而大家會關注下半年的表現 事實上在地方債 影子銀行 甚至乎貸款質素的變化方面 大家是比較關注的 所以上半年來講 雖然業績上是交到功課 但不等於下半年會做得好 所以變相之下 你見內銀股今天的表現上 都是比較順得一般 都反映大家 依然都是比較關注的 都是內銀股下半年的表現 是的 看到內銀整個板塊來講 其實整個行業都面對著很多不同的問題 遲些都會跟大家逐一去到 再跟進 這個時候先看看電話方面的查詢 電話接通了 有楊小姐在旁邊 楊小姐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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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兩個問題想要教你 第一個是三八六 我見他這兩天跌下來 請問油我可以嗎 明白 好 先回答你這個 中石油化功能 看到現價來講做5.61 跌超過100% 高齡觀眾留意了這個股份幾天 見到一個跌勢 這時候好不好買呢 事實上你可以說 中石油化本身 如果以三分公司都出了業績 如果你問我的排名的話 首選我為中海油 因為本身就真的見到公司的情況 是OK的 這個表現上 今次是做得不錯的 其次就是中石化 雖然你可以說 第二季本身 其實它的業績 其實有點走樣 第一季做得不錯 第二季其實欠了一些 但是只不過你說下半年的情況 其實我覺得就未至於這麼悲觀 而且始終你看得到 之前的時間 經歷過這個成品 由機械調整完之後 其實中石化的連油虧損 的確是好很多 所以這方面來說 如果下半年 假設經濟情況不太差的話 我覺得中石化 應該表現會不錯 但中石油本身 這一刻 我覺得就不如都是 因為暫時的沽網比較好一點 所以這下中石化 你想考慮的話 其實我覺得OK的 這些位置 我覺得都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特別就是 你看得到 現在這一刻 其實比較常有些關鍵的 現在這一刻 在50天線這個位置 叫我試著 考驗這個支持位置 但事實上 我自己覺得 如果以業績上來說 中石化本身 不算是差的 所以如果你在這些位置 我覺得可以搏一下 即五角落這些位置 可以搏 只要下方 五角落這個位置 上面來說 先看一六元這個位置 好 現在楊小姐 是不是想問第二隻股份 是的 我想請教你 銀貸百貨好 一定是高欽零售好 這兩隻 哪一隻 哪一隻好些 好 都是零售的股份 先問Stanley 看到消費股 裡面都是說內需的問題 沒錯 先說一下 看不看到這個版塊 我想這樣看法 這個版塊本身 我看法比較上是 中性的 未至於說很好 因為如果你看 當然 假設現在這一刻 內地是不斷的 內需的情況之下 對於一些百貨股是OK的 是有正面的幫助 但都要留意 其實內地現在這一刻 都比較多 即是一些百貨公司 都比較多 因為以前我看過一篇文章 說到說不知哪一個地方 基本上是過多 基本上是太多 所以你可以說 競爭比較大 還有現在這一刻 其實內地人的心態上 有些變了 他們真的很多時候 現在靠一些 就是網上購物方面 對這些衝擊都比較大 好了 說回這兩間公司 高音零售本身 跟銀貸相比 兩者的路線是不同的 高音最左的路線 就是一些特賣場的生意 特賣場的生意 另外好像 譬如說 銀貸本身是一間百貨公司 都比較高檔市 相比之下 如果以走勢來說 其實銀貸這一刻 我覺得OK 因為銀貸的圖 其實現在這一刻 你見得到 他現在這一刻 依然保持在二十天線之上 還有現在看走勢上 都是在上升軌上面 所以如果你想考慮的話 反而現在這一刻 我覺得銀貸的短期直播空間 比較大 其實這些位置 我覺得都可以考慮一下 上面的話 都是先分大概 前高位 大概9.6這位 作為一個短期的目標價 下面的話 以分大概 8.4度 作為一個止虛位 好,謝謝Stanley 稍後跟大家稍微跟進一下 銀貸的現價 做的是8.98 有馬星銀接近1% 至於國銀零售 608 現在做的是10.62 跌近就是接近9% 好,這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Stanley 和你做回申報 提及過的股份 自己有沒有持有 都沒有持有 謝謝Stanley 我們先休息一會 專門繼續有要財財經台